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发面的千层饼的做法 表皮酥脆,令你萧嫌多层,吃着真香 先来准备300克面粉,加3个酵母,搅拌均匀 160克的温水,分多次的加入面粉里 边倒边搅拌,搅成面絮状,下手肉成偏软一点的面团 面粉饧发半小时,再来调个油酥,3勺这样的面粉,1勺食盐,1勺五香粉,浇上热油 调成这样细一点的油酥 接下来看面团,像这样半饧发的状态 把面团拿起来放到面板上,面板上要撒一些干面粉 先揉搓排虾器,搓成长条,用手按扁,上面再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用擀面杖擀大擀薄,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 把坑在挑好的油酥,再用手指搅匀,淋在面片上 再用刮拌刮匀,使面片上弄得这样的油酥 然后在面片的三分之一处画一刀,两边要堆秤 像这样叠起来 叠到还剩凉片的时候,把整个面团包裹住 最后把封口处捏厌实 两边的封口都要捏实 放到面板上,用擀面杖轻轻按压 在上对下拉的方式,把饼配擀大 表面刷一层清水,撒上白芝麻增加香味 在白芝麻上用擀面杖擀一下,防止芝麻脱落 凉水放入蒸锅里,水开即时蒸12分钟 蒸好的饼看特别的渲软 放到电饼层里,表皮刷一层油防止风干 盖上盖子,捞着一面金黄,翻过来捞另一面 翻过来看另一面,颜色金黄,满满的芝麻 外皮特别的酥脆又香 用产热按压回弹,这样饼就能出锅了 看里面一层一层呢,特别的渲染好吃 翻面做的千层饼,这个凉料也不硬,一样好吃 希望这边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翻面的千层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